GN-870D型全自动锯片磨齿机 1.打开工具箱取出配件,并安装附件 1.插入气管,调好压力 一般气压设为6帕 油水分离器、油杯,加满气缸专用油 2.水箱加满水并加入研磨液 2.打开电源开关 设定参数 1.先点击回原点键 使沙轮电机回到零点 2.根据锯片设定锯片尺数 修膜次数 推尺一次可设定一次到多次修膜 3.选择尺形 本机支持平尺、左右尺、三左一右 三右一左 左右左右平、左右平、左平右 右左右左平等锯片尺形的前脚和后脚修膜 3.锯片安装及操作介绍 1.根据锯片调整左右摆动角度 出厂设定左右各7度 两侧面气缸、尾部螺丝 松紧调整左右摆动角度 2.选择合适的锯片内孔变镜套 并安装锯片 3.点击屏幕推尺、进键 使推尺针推到顶点 松开工作台 锁紧手柄、移动锯片 使需要修膜的合金面靠在推尺针上面 并锁紧手柄螺丝 注意左右齿形砂轮片是向左倾斜的 靠在推尺针上的齿形 必须和砂轮倾斜面方向一致 4.松开旋转工作台 锁紧螺丝 调整齿面和砂轮面的平行度 并锁紧螺丝 移动外向手轮 左右调整砂轮片 使砂轮面前进 不要撞击、去片尺面 调整压紧气缸 移动到锯片支点上方 点击屏幕 锯片压减、压键 压键、压锯片 再点击推尺、退键 使推尺退到下面一个尺的位置 6.锯片尺距大小调整 先松开气缸尾部螺丝 顺时针往前调整 尺距变小 逆时针往后调整 尺距变大 7.按砂轮进键 使砂轮片前进 越过锯片合金尺 设定尺根位置 按砂轮退键 使砂轮片后退 退出尺尖位置 设定尺顶位置 8.点击自动关闭键 使自动开启 打开水泵 再点击启动键进行工作 移动外手轮 进刀退刀 4.后脚修膜 1.反转砂轮片 2.松开旋转工作台 缩紧螺丝 旋转工作台 并同时移动外手轮 使砂轮片后退 调整锯片 需要修膜的后脚 和砂轮面平行 并锁紧螺丝 一般避免砂轮片 左右摆动碰到推尺针 选择修膜 靠在推尺针面的下一组齿形 3.调整气缸压紧锯片 按砂轮进键 设定尺根位置 按砂轮退键 退出尺尖位置 设定尺顶位置 4.点击自动关闭键 使自动开启 打开水泵 再点击启动键 进行工作 移动外手轮进刀 退刀修膜 3.3.3.3 击自动关闭键 我倒戴击自动加热 19177 1.7 2.3 3.4